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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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诚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被货车撞到的保马司机 頭部重瘡 滿面鲜血 送软的时候 需要用自动心按壓机抹救 可惜最终证实不治 而撞到人的货车 事发后停在大浪隧道口外 地上流下一滩鲜血 以及懷疑屬於四隻物品 現場消息指 一部Tesla和寶馬斯加車 星期一早6時多 沿大嵐隧道往九龍方向行駛 在駛過收費停車後相撞 兩部車的司機 之後在隧道口對開的避車柱 將部車停下 寶馬斯基下車檢查部車時 突然被從後面駛上來的重型貨車撞到 寶馬斯基倒地重創 貨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受事故影響 大嵐隧道往九龍方向 一度全線封閉 要實施單管雙程行車 的士翻側之後 消防到場用工具將車身固定 由於的士司機仍然困在車上 消防員就想盡辦法將他救出來 事發在星期一下午1時多 的士完全彎西樓各路行駛 在豪輝花園對開 才撞到停在路邊的客貨車 之後整部車翻側 總之他駛過來我尾部才撞一聲聽到的 即是本身是停在那裡的 停在那裡的 然後有的士就撞過來 撞過來撞一聲 然後他就自己翻了 然後他就翻了 有人截車 然後他可能看到吧 到我意會到的時候沒那麼驚訝 他已經撞過來了 的士司機受輕傷 他其後送丸自利 34歲的電工方桂芬 原本有一個未滿的家庭 但是家人星期一再見到他的時候 就只剩下冰冷的遺體 他的媽媽認屍之後 情緒激動 事發在星期六下午3時多 方桂芬在機場航天城東路的 十一Sky's商場地盤工作期間 懷疑觸電受傷暈倒 10分鐘之後 工友發現他沒有反應 於是報警 送丸之後最終宣告不辭 方桂芬和太太有兩個子女 大女11歲 小子8歲 他以往在內地也是任職電工 7年前由站綱來香港定居 他的太太沒有事做 現在連臉狀肺也成問題 死者大舅黃先生就說 事發當日死者原本打算收工之後 回內地陪家人吃飯 但是家人一直都沒有他消息 之後來香港了解 才知道他的死訊 他又說意外之後 方桂芬任職的公司沒有接觸過他們 地盤城建商協成建築集團 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 對地盤有外判工人離世心表難過 對死者家屬置疑最深切的慰問 會聯同外判商向死者家屬提供 這輛車就爛了倒後鏡 星期日中五十二點多 一個單層狗巴 沿廣報道不行 去到港台廣播大廈對開懷疑失控 困到的私家車再撞下貨汽 貨汽司機都忍不住爆粗 他覺得腰頸痛需要宋軟治理 而另外兩輛車的司機就沒有受傷 在海港城興滿意足的看著海警 吃了套餐 正套出港幣準備結帳的我 卻聽到秀影員專業但無情的說 沒有錢 當時的我害怕急了 幸好最後有內地女客幫忙才解決問題 台灣女星謝恩的經歷連日來引起討論 不少網民湧入餐廳Facebook留言 不滿她收現金 我們星期一去到攝氏的漢堡店了解情況 關於貨汽司機的漢堡店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餐廳和餐廳 用現金會產生二氧化碳加劇全球暖化 歐洲許多國家就實行無現金支付 而平日餐廳99%的食客都有電子支付 我想不要一刀切 我想都是要有些穩定性 因为不同人有不同需要 可能老人家他不喜欢 他都喜欢拿现金 黄杰龙说要满足所有顾客的支付需要 会推高营运和行政成本 餐厅视乎消费群和营业策略 始终都会有所取舍 一辆停泊在明爱医院外的警车突然没烟 引擎一度露出火光 消防员开含向车头和引擎位置射水 火势被救息后 多名消防员在车头位置检查警车的引擎 星期一下就大约三点半 明爱医院急证室门外 一辆警车起火没烟 有警员急忙将装备搬离车厢 也有警员曾经自行用灭火筒撲火 消息说多部警车递属机动部队人员 当时正协助处理一宗工业意外案件 61岁姓罗的男人 怀疑因为钓鱼欠位的问题 在北角度轮码头和人争执之后 到海身亡 他的家人星期一去到域多利亚公众炼防认识 而警员就继续到北角码头调查 又向附近的商户查问事发经过 案发在星期日下午 一名66岁姓陈的男人报案 说他和另一名61岁姓罗的男人 在近北角村里的码头争执之后一起跺海 他之后自行游回岸边 但是姓罗的男人就没有回上岸 救援人员之后在水底发现死者 他被救起的时候昏迷最终证实不治 据了解两人较早前 因为钓鱼位置的问题争执 一起跺海之后回上岸 但是之后再起争执 两人再次跺海 最终只得疑犯一个 自行游回上岸 他涉完误杀被警方拘捕 香港仔大道这个菜当 凌晨没出大量浓烟 大批消防员到长江火救息 居住在角楼的当主一家午口 事后在救护车接受初步检查 他们之后拒绝送院 现场是香港仔大道94至98号地下一间菜当 星期一凌晨两点多突然冒烟起火 胜利的当主一家一度被困 要由消防破门救出 消息说事发之前 当主的女儿在收当之后 在菜当点着了蚊香驱蚊 之后回到角楼休息 但是怀疑蚊香点着了附近的纸皮 导致火警 日本知名动画 《樱桃小院子》里面的角色 宾氏同学的原型 宾奇献效 在5月下旬被发现倒霸在自己的家 享年57岁 日本《周刊女性Prime》 8月20日报道 宾奇献效的遗体 在5月下旬被附近的邻居发现 相信她已经倒霸在家多时 遗体发出臭味 令附近的邻居报警求助 才揭发事件 宾奇是个非常开朗幽默 而且很疼弟妹的人 可以说是作品故事中的开心果 而现实生活中的宾奇 个性都相当活潑 她曾经做过电台DJ 邮局职员和的士司机等工作 报道指宾奇长期独自生活 相信她是突然病发 或者意外在家里跌倒 失救而死 未经许可,否则 未经许可,不代日 未经许可,不双生